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阴阳烛分析后市走势 组合形态入面利用两支阴阳烛组成的形态 除了曙光初现和乌云丐顶之外 还有身怀六甲、十字胎、双飞乌鸭和穿头破脚 他们对后市走势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说什么是身怀六甲 身怀六甲是阴阳烛图表的一种代变形态 由一支阳烛加一支阴烛组成 如果出现在星市尾段 即是顶部身怀六甲有见顶的征兆 如果出现在别市尾段 就是底部身怀六甲有见底的征兆 顶部身怀六甲出现在升浪的尾段 即是股价在某日以大阳烛竞竞升 但第二天出现一支小阴烛 小阴烛的实体烛身 还整个包含在大阳烛里面 好像一个怀胎的女人 这个形态反映股价大升后 早有对后市可不可以更上一层楼表现猶疑 一旦跟着下来的股价持续下跌 便立刻可以确认走势见顶 投资者适宜沽货只赚离场 相反,底部身怀六甲出现在跌浪的尾段 股价在某日以大阳烛竞跌 但第二天出现一支小阳烛 小阳烛的实体烛身 还整个包含在大阳烛里面 这个形态反映股价大跌之后 买盘进场吸纳 一旦跟着股价持续上升 便立刻可以确认走势见底 求资者可以乘机入市闹货 不过如果身怀六甲出现在升浪或者跌浪的途中 都是被视为缺乏方向 那什么是十字胎呢? 十字胎的第一支竹 可以是阴竹或者阳竹 第二支竹 就一定要是十字星 而十字星的上下影线 都不可以超过第一支竹的竹身 好像驼B 十字星代表没有明确方向 无论在升浪或跌浪里面 走势都会受阻 那双飞烏丫又是什么呢? 双飞烏丫是由两支阴竹组成 而第二支竹身要完全超过第一支竹的上下影线 穿头破脚又是什么呢? 穿头破脚的第一支竹 可以是阴竹或者阳竹 而第二支竹就一定要是阴竹 竹身同样要完全超过第一支竹的上下影线 双飞烏丫和穿头破脚 两种形态都属于利淡信号 出现在顶位的可靠性会高些 其中穿头破脚的短线影响力都很大 可能会影响中期的走势 于他们两者又有什么分别呢? 通常双飞烏丫会在跌浪里面出现 而穿头破脚就会在升浪的顶部出现 执行线影响力